如果华人投资买房 选对一间好的房子 住起来舒服又保值 不过呢 如何确保投资的标的物 没有结构性的危险呢 东南新闻和林大卫保险联手制作的 保险智库单元 就要带观众朋友详细解说 昨天我们提到 华人来美国投资房屋 日后自付 然后买了房屋 不但能够保值 而且他的租金呢 远远胜过养老金 但是如果投资不当 日后可能血本无归了 管理不当呢 也会遭到一些控诉 所以买到房屋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要请你的保险经济 来查询一下 五年以内的赔赏记录 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房屋是不是有结构上的缺陷 比如说这个水管爆裂以后 是不是以前的屋主 拿到保险理赔 有没有是完全的去更换 所有的水管 今天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提供 买屋的第二个诀窍 就是在房屋接近成交了以后 当你看到一些检查报告 可以请一些有经验的保险经济 帮你解读一下 比如说这个房屋屋顶老旧 是不是应该要求以前的卖主呢 更换 或者是你自己要去修理 包括水管已经生锈了 是不是也要花钱 整个的把水管换一下 免得日后呢 因为一些灾难 你去申请保险理赔 那保险公司拒绝 造成你一些非常大的烦恼 而且呢 还得留下长达五年以上的不良记录 详解美国买房之前的注意事项之外 林大卫保险智库系列报道 星期三呢还会为观众朋友解说 申请是否改建许可证的重要性 此外呢 本周六的晚间还会播出完整的专题报道 进行锁定